在浩瀚无垠的古老传说之中 藏着一部惊世骇俗的旷世奇书《山海经》 这不仅仅是一侧典奇 它是穿越时空的壮丽画卷 是上古鲜明智慧与想象的璀璨结晶 引领着我们不如一个光怪陆离 气势恢弘的神话世界 在这里 山川不再是沉默的守望者 而是化身为咆哮的巨兽 或是挺立的巨人 以不可思议的姿态 诉说着天地初开的秘密 巍峨的昆仑之丘直插云霄 其上穷楼玉雨鲜月飘飘 是众神栖息的圣地 广袤的南海之外 有偌大一个闺序之海 波涛汹涌间 潜藏着吞吐日月的昆盆 其意若垂天之云 折天蔽日 展现着自然界的无限壮丽 现在让我们翻开这部古老的奇书 一同游历那超越现实的大荒世界 在遥远的南方 有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 它们威额壮观 云雾缭绕 仿佛是天地的脊梁 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这便是南山经中记载的 雀山山脉 而雀山之首便是那令人神望的 招摇山 招摇山 微额挺拔 直插云霄 山脚下 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 宛如明镜 静静地映照着山巒的雄姿 这便是西海 西海之水清澈见底 波光灵灵 与蓝天相映成去 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山间 桂树成林 郁郁葱葱 金黄色的桂花 在阳光下溢溢生辉 散发出阵阵 庆人心脾的芳香 微风吹过 桂花随风飘落 如同金色的鱼 为这片山林 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神秘 在招摇山的深处 隐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 金属矿物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珠宝玉石更是琳琅满目 色彩斑斓 让人目不暇接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生长着一种名为铸鱼的神奇植物 它形似韭菜 却开着青色的花朵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传说 只需吃上一口铸鱼 便能饱腹百日 让人精力充沛 仿佛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而在招摇山的林间 还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树木 米古树 它的树干粗壮 枝叶繁茂 黑色的纹理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米古树的花更是神奇 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照亮着四周 若是将这花佩戴在身上 便能让人在茫茫临海中 找到归途 永不迷失 而在林间 还生活着一种 名为星星的奇特野兽 它们形似猿猴 却长着白色的耳朵 行动敏捷 时而匍匐前行 时而直立行走 仿佛拥有着人类的智慧 传说 吃了星星的肉 能让人行走如飞 仿佛拥有了超凡脱俗的能力 招摇山往东三百里 便是唐亭山 那里又有着什么奇寿草木呢